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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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逆境 應該是剛剛入行的時候 當時很多人都說我做不到主角 做主角全部都是演一些正派的角色 而當時我大部分都是殺人放火 甚至乎一些變態殺手的角色 怎麼做主角呢? 樽頸位也需要突破 轉型自己的演技 以及去學習 開始有很多觀眾慢慢接受我 我覺得凡事都有兩面看 不一定只看一種不好的態度 新年後到現在 雖然戴口罩時是比較敏感的 但例如我自己有個小朋友 現在是一歲 他從一歲開始 已經學會注重衛生和清潔 因為這個階段 而他學得到更加厲害 所以香港人是厲害的 尤其是香港人都真的很忙 例如我自己經常拍劇 都沒有怎樣睡覺 可以補身、睡覺 亦可以裝備自己 不要太多有負面的情緒影響 其實我覺得逆境的時候 最好檢視自己的實力 以及令自己進步的最好機會 就像我們之前經歷過沙士一樣 香港人對這個防疫意識 會做得更加好、更加強 所以我相信經歷過這次的疫症之後 香港人一樣會進化 會變得更加團結、更加強大 我會在說明了 每天一會 的青街